前几天呢我发个视频说我这台国产车太费油了 我养不起了啊 准备要换核汁车啊 后悔当初没买核汁车 遭到了很多这个网粉丝网友们的这个捆说 你干脆你就买个自行车得了 再不买个雅迪吧 用烧不起油就别买车 怎么怎么地的 难道让你们看看啊 这个车的油耗难道不高吗 我这让你们看一下啊 我按一下啊 平均油耗7.9 难道不高吗 这油耗啊 我还一直加95号油 我能养得起吗 像你们一些核汁车 动不动10个油 123个油 是不是啊 也不敢说啊 是不是啊 你看我这车7.9个油 谁能开得起啊 我说我开不起用不起了吧 这边不信他 你看核汁车 像我这个车一顿半了 对吧 中型SUV 骑人就虎吧 2710毫米的轴距 一顿半的车重 7.9个油耗 谁能用得起啊 是不是啊 再说还是花乐表 是不是啊 谁能用得起 你像这些核汁车 123个油 412个油 是不是啊 那多省油啊 是不是啊 我说养不起了吧 这边一顿 一顿给我怼呀 到我怼傻了都啊 真的 所以说啊 这国展车还得努力啊 要不7.9个油啊 我都养不起了 平均油耗 还得努力啊 你现在你核汁车 是不是啊 123个油 8.9个油 那都算 那都说不敢说 不敢置身 对不对 这么大SUV 你们比一比 别的车 能不能达到这个油耗 是不是啊 你们都得 三四个油耗 两三个油耗 和摩托车一样比 是不是 对吧 那和你们核汁车 真的比不了啊 干脆换掉得了啊 换掉完了 到时候整个核汁车 开一开啊 看看123个油耗 134个油耗 还是什么滋味啊 感受一下吧 是不是啊 哎呀 行 这期视频就来到这里 欢迎大家来吐槽 吐槽 吐槽